大多数的原券户因为重重原因 搬离了这牌土地 使得这牌土地上的记忆逐渐消失 藉由每一季的技术性修正 以及每半年一次的店家还有资讯更新 接下来我们跟计划延续行动 其他和小周边产品的开发 希望能够以养工学力的方式进行 而经过我们小组的讨论之后 我们认为AR VR会带给教育餐的三大艺术是 第一点 引发兴趣可以游戏奖低的方式 这个活动是我们托凯交易基金会多年来 一直持续办理的一个活动 它主要是希望能够激发我们的年轻朋友们 然后从关怀我们的社会议题 关怀我们的社区环境 然后从他们自身的行动跟实践开始 那当然间接就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具有责任感 更具有这些公益精神的下一代 基本上我们是发出所有的邀请给全国的高中职校的同学们跟老师 然后他们会经过第一阶段的初审 然后初审的话 如果说他们的计划本身非常具有特色 然后就会入围到这个所谓的决审 如何去让这个青少年这么去发想 然后让他们在人格的培养上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指导 来脱波比亚眼镜 进到了1879年灾星山庄刚落成的样貌 欢迎来到灾星山庄 我是这个游戏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会有三道题目等待你去闯关哦 接下来第一道题 请判断出灾星山庄的方位 借由这个论坛 让我们年轻人能够主动的去关怀 他在地的文化 或是在地的这个社区的活动 以及呢我们很多创意的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文化的传承 我想过去以及现代这种对话的这个模式 让学生的创意 然后在这次的论坛里面有更深层的认识 然后经由他们的一些论文的制作 还有一些简报的制作 表达能力 我想这些对学生未来的这个就业模式 或者是他们升学的这个能力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我们从去年十月对吧 去年十月就到现在 因为我们的计划书非常多页 大概101页 差不多 所以我们这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要很努力的去撰写 还有反复的检查 所以我们算是 虽然没有到特别长啦 几个月 但是我们几乎每一天 都很密集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为什么参加 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计划 再来我们来参加这个 比较全国性的活动 也能自我挑战 以及认识其他年轻有为的学生 感谢我们的主要 我感谢我们的计划